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這一個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韓服的這個活動 就是你在一些特殊副本或是解完活動的時候 你可以獲得一個叫做春天的閃亮密集 那這個是翻譯名稱所以大家參考一下 簡單來說就是這一塊綠布 然後這個是它的這個密集嘛 那它另外搭配的一個叫做氣息 春天的閃亮氣息 就是這兩個東西 那這兩個東西的用法呢 基本上就跟大家用這個 用這個什麼神秘的珠子搭配藍布一樣 搭配藍布一樣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來示範 就是應該要說做一個機率的測試 測試給大家看 那首先呢 小編先把這個解鎖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每天解任務解到 你可以開到一個 然後除此之外 你可以在這個特殊副本裡面 像這個拋棄之地有機會打到 然後夢幻之島也有機會打到 然後還有一個是古代精靈墓穴 也是有機率打到 機率不高 但是打起來其實還也不算太難 那像我大概打了一個多禮拜打了50張吧 那因為我現在可以去的地方 少了一個古代精靈墓穴 再加上我這一隻是新戀的這個黑暗騎士 所以數量會比較少一點不過 我覺得這個數量50張夠了啦 夠開給大家看的 那我現在因為我缺少一些這個氣息 所以我們來用做的 從這個製作裡面啊 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製作裡面它其實可以去 可以去做 我們找這個活動拍一下 它只要消耗一些龍鑽 應該是在這裡 龍鑽碎片 在這裡在這裡 它每個龍鑽碎片可以做三個這個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缺多少個 50個至少要對應50個 所以缺了27個 27的話就是要9個 那我們現在就來製作 9 這樣就剛好27了 好那這個製作不會失敗啦 所以現在就是50個 剛好對50個 好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來 直接 這個製作齁 那這個界面給大家參考 就是 呃 待會我把這個葉子放上去的時候 它會 呃 會有出現五個五個道具 然後 我放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就要花一萬塊 嗯 去把這些道具顯示出來 那如果我要再重抽 對這邊不滿意的話 再重抽 呃 就要再花一萬塊 好那基本上 以我之前抽的經驗 最 最常拿到的是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 再來是這個 那中間這三個呢 幾乎沒看過 哈哈 我抽了二十幾張了 幾乎沒看過 那我們今天就 也不 也不改機率了 也不改機率了 那 呃 這邊來重置一下 喔有啊 這邊出現一個 那 當然我們希望待會抽齁 就可以真的抽到 那我這邊 預計啊 它這邊 五十乘以萬的話 要多少 五十萬啊 五十萬 哇 要五十萬 我們就來抽抽看吧 第一個 這個 要漫長的這個等待 第一個 是 沒有意外 是最左邊的龍珠 再來 再來 這個也是有機會啦 但是機率比較低 直接抽了 我這樣一次要花兩萬耶 所以等一下 我剛剛說五十萬 其實不對 應該是一百萬喔 好像又是抽到最左邊的 第三次 baseball みなさん Meet 五十分 三十三 次 到晚 他真的是 很搞笑哩 第三次 他這個機率台 招的實在是 performer 偏左邊哪 偏左邊 我是說機率偏偏左邊 目前還沒有聽到有人抽到好東西耶 會抽到沒錢 我猜中間的這個機率應該是0.00幾% 然後左邊右邊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率可能是98% 應該說是50% 然後這個的話可能就48% 那其他的去佔0.00幾%吧 因為他機率很低啊 現在這個應該是抽了將近第30個 應該是我抽了將近第30張 從來沒有看過 真的扣2萬塊 從來沒有看過出現中間那3個 剛才有聽到一個武器的聲音耶 是我的錯覺嗎 因為有一個是音效所以才會出現這個 抽卡 我們最後再來抽 不關啦 欸對喔 剛才那個真的是有一個音效喔 有一個音效 你們可以回放去看 有一個音效它才會 它就會出現這個最右邊這個 好短的 沒有音效 那就是最左邊的了 沒有音效 那就是最左邊的了 欸 對 來 下手 沒有音效 沒有音效 龍珠一顆 龍珠一顆 再來 沒有音效 龍珠一顆 第10張 仔細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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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音效 龍珠一顆 這個機率真的很低啊 這個機率真的很低啊 很低很低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歐洲 才有可能去弄到這 中間這三個東西 沒有音效 那至少是一張抽卡 普通抽卡 沒有音效 沒有音效 龍珠一顆 能不能讓我們聽到別的聲音呢 來點別的聲音吧 來 抽 沒音效 沒音效 龍珠一顆 欸 綠幣是剛才看錯嗎 至少一張變身 一張娃娃卡 一張娃娃卡 變身變身 普通變身 這個真的很花錢啊 沒有聲音 龍珠 沒有聲音 龍珠 還是龍珠 那個聲音 不知道是不是我拚錯 好啦 不騎不帶 那如果說 看到這裡啊 你想要快轉的話 可以直接往後轉 看我有沒有抽到這個 抽到寶 那如果要慢慢看的話 也是可以啊 因為這個機率喔 要真的大家一起去看才知道說 欸 他的設定是怎麼樣 欸 200個名譽幣不錯不錯 這樣還算可以啦 名譽幣 對不對 完全不意外 怎麼都不停一下 來個奧短了 對不對 來吧 不然來個魔力短線也可以啊 好 很久沒看到真細劍 停停停停停停 很難啊 好 看到真細劍了 拜託拜託 不要左右兩邊其他都好 他這裡面的項目其實很少 中間大概就那幾樣 當然跟職業有關係 中間大概就那幾樣 停停停 這個回收天壁也回收蠻快的 大部分都是消耗便宜 抽吧 哎呀 多浪費一萬 多浪費一萬 紅的也好 還要收蠻快的 還要收蠻快的 第幾顆啦 第19顆了耶 我50張裡面有 19顆龍珠 19個龍珠 目前抽30張 30張裡面有19個龍珠 19、20、21、22、24、25、26、27 剩下是什麼 27有些是 有些是什麼去的 來繼續抽 啊有些是名譽幣 有幾個是名譽幣 又中名譽幣了 很好 名譽幣感覺是最大減的 其他都是看看就好 來來來停下來 不騎不帶 不受傷害 不錯啊這個是硬幣 來吧 奧短吧 沒那麼好中 不錯不錯 這個應該是這個應該只是高級抽卡應該不是紅變的 應該不是紅瓦吧 因為沒有沒有那麼好運的這個機率不會那麼好 只是高級的抽卡 不然跳個中間的好了拜託拜託 又是抽卡 最後15張 哎呀就差一點 其實要玩這個活動如果說 你平常有存一些 譬如說 這個拋棄之地的 補充石的話可以在這時候把它用一玩 反正 你平常可能也不打所以才會剩啦 那這個 灰葉的話是打得到的 這些東西灰葉是打得到的這個 密集 灰葉是可以打到的這個我測試過 是OK的 但是機率是真的沒有很高所以 也不要覺得說他就是打不到你可能一天打打到個兩三張算 算還可以 又一張高級的 不錯啊不錯啊 這已經跨進去了應該 來出現一個中間的吧 哎呦運氣有變好喔運氣有變好一直現在都在 往右邊這個 拜託 中間三個 倒數10張 這個都不能跳過 直接撞大獎的畫面 這個其實我不太愛洗機率 因為沒有什麼意義 停 哎呀又是龍珠啊 停 來 趕快停下來 趕快停下來 好 由此可見 這個活動 就是讓你花 一萬塊然後去 去拿到一些東西 兩萬塊 兩萬塊去拿到那些東西 來個 變身幣吧 200個也好 好 那個是娃娃幣的樣子 來 高級抽卡 這張價值9萬 過了 刷一下 這個一定中龍珠 這個一定中龍珠 好啦就這樣吧 他組合真的不多 不要龍珠其他都好 又是龍珠 最後三個 摔一下好了 好歹看得到珍惜劍 祈求他 出現珍惜劍吧 最後這幾張都讓他出珍惜劍 珍惜劍 掰 停停停停停 高級抽卡 好啦最後一張啦 一樣讓他看珍惜劍 這麼難跑出來是 太誇張了 好吧 去吃尼囉 3 3 2 1 來 開一下吧 好 不意外 我們現在拿到的 總共拿到的就是 22個龍珠 6張這個 戰鬥強化卷 然後5張 一般的魔法娃娃抽卡 6張一般的 變身抽卡 然後2張高級的娃娃抽卡 1張高級的 變身抽卡 那我們先從最普通的這個開始用 這個有什麼好抽 已經全版了 欸 有綠的 他這個有綠的 好好喔 一般抽卡可以抽到綠的 好不好 再來6張 1張 2張 2張 3張 都是白的啊 剛剛那張綠的是走錯間喔 全白 應該是只有一張綠的 那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中文變 有欸 有看到欸 一個甘特欸 開獎 白的 來 有沒有機會呢 有一張 眼魔跟這個 這裡有兩張喔 跟那個木乃伊王 有沒有機會 走 不意外 來 這個是愛麗絲吧 應該是愛麗絲吧 有沒有機會呢 欸不是 是那個巫妖 停那麼快 沒有 共孤 那剩下的我們用核的 看一下 連合成都很難出現白綠色 欸沒了沒機會沒機會了 開 又是 唉唷有一個綠的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合成 沒機會了 好 那目前來講我都把這些 活動的這個道具都用光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活動的 簡單介紹 跟他的 抽獎機率 的實測影片 給大家參考 中間都抽不到 好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吧 那如果喜歡 這個我們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右下角 按個訂閱 或是按下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掰掰